市長這個為了帶動這個萬華地區的一個發展 還有軸線的翻轉 那麼躺了將近二十幾年的這個廣一廣二 站前地下停車場 還有萬華雙子星 真的是在我跟林育方委員的一個這樣子 中央跟地方共同的協調努力之下 分別落成營運了 然後停車場的工程也啟動了 那原定是在今年十月完工 那這個當時因為有鑒於就是在這個 廣一廣二這個站前地下停車場 還有這個萬華雙子星的這個周邊 有這個龍山市青山宮啦 還有波皮寮啦 五大夜市啦 蒙甲福市商圈佛具店 這些是具有這個觀光價值的 這樣的一個地區 那所以呢 而且它也是在台鐵跟北街的交會處啦 所以我去年就爭取說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地景的公園喔 要留住這兩個國際觀光飯店的那個觀光客 然後在這邊拍照打卡留念 那進而就到周邊的商圈景點 這邊去消費去觀光喔 就帶動這個地方的文化觀光產業 那也非常謝謝市政府的支持喔 那不過因為停車場喔 它的這個之前是這樣的就是如果它完工以後 會有先由那個當時萬華雙子星得標的廠商就紅盤 他先進場做簡易的綠化就像上面這樣子喔 然後呢再由公登處喔 去做一個變更設計 作為這樣下面這樣的一個地景公園喔 之下這個停管處真的也表現也不錯啦 能做的就先做了 譬如說 他就先把未來這個委外管理 營運的這個廠商的發包喔 出去了 也得標了喔 不過我希望喔 這個鐵工局喔 一定要跟他們在保持密切的聯繫 那必要的時候喔 副市長也要跟中央去做這樣的一個會議延商喔 不要讓這個工程延宕太久 所以我希望這個 市長你也能夠叮嚀他們一下 那另外這個地景公園的部分 公登處也不錯 也已經先向都發局喔 的都市設議審議委員會 他們就先提出變更了 那也編列了工程經費 也就是說 如果停車場完工了那個紅盤 就趕快做簡易綠化 那完了馬上我們市政府公登處 就可以去做地景公園 所以我們市政府還不錯 都在這個預定的一個進度當中喔 是可以肯定的 可是喔 我必須要提出幾個問題就是說 當時在這樣的一個設計當中 我希望公登處一定要去聽取 在地的一些 里長啦 還有商圈他們的一個意見 想要怎麼樣規劃喔 那雖然喔 他們也真的聽取他們的其中意見 做了這樣子你看到沒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衣室衣架的一個光雕 那看起來當然是比上面那個簡易綠化好看很多 可是如果一個首善之都的台北市的地景公園 也只有這樣子 也未免太單調了一些喔 而且人家也看不懂那是在幹什麼喔 所以我在公務部門的時候有提醒公登處說 你要做一個比較有特色的這樣的一個相關的解說標示 那不過我必須要告訴這個市長 針對這樣的一個美化 我有再提出兩個建議 需要市長你同意 好 第一個就是 九年前啦 日本的有一個叫做 吳剛的農協觀光這個團體 他們就是為了感謝當年 在我們國家 他們這個核災發生的時候 捐款兩百多億 來去協助重建家園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有到台灣來 大概花了百萬去做了一個祈福燈 來感謝我們這樣子的關心幫助他們 那麼明年就是核災的十週年紀念了 那他們就想要再度來台灣 但是這次經費比較少一點 十幾萬 那本來想在我們萬華的一個宮廟 配合那個元宵節做一個祈福燈 那我就建議他們說 與其這樣的一個短暫的節慶 去做這個祈福燈喔 一下就沒有了 那你還不如你就在我們地景公園嘛 你就做一個可以永久留念 然後又可以美化我們地景公園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公共藝術嘛 這樣子一來 其實也可以見證 中日良好的情誼對不對 然後也提醒對於說 核災的一個警惕 還有綠能的一個重視喔 那這個他們也覺得是一個好的建議喔 那這個部分 我相信絕對會帶來更多的國際的觀光客 那我已經有跟公正處講了齁 很多的獅子會 符輪社 不是都會在這個地景公園上面 去做一個這樣的規劃設置嗎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要再加碼 你再加碼嘛 對不對 獅幾萬我乾脆我自己做算 那你願意做 可是問題是就是有好的感覺嘛 不然你們可以共同出資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方法嘛 如果談得成搞不好他們願意再多出一點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這樣子也可以吸引一些日本的觀光客來嘛 所以我覺得就說這個我們可以再來談嘛 就有個聯繫窗口來去處理這件事 好那直接請共援處理跟國旺 如果市政府覺得應該再加碼經費 那最好不過了齁 那另外時間暫停 放一下這個影片好不好 時間暫停 好市長你看一下這個影片 你看一下 你看 這個我們 在國外喔 常常就可以看得到這樣的一個 3D的一個雷射的光標對不對 那這已經成為很多觀光客 慕名而來的這樣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景點 我要告訴大家是說 市長 如果 如果啦 在我們的地景公園裡面 然後也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規劃建制 那就在這個兩個國際觀光飯店的那個牆面上 去做這樣的一個投放玻射 哇我覺得那外華又多了一個新亮點 一定會吸引很多的觀光客到這邊駐足 那真的是 對我這個萬華孩子來講真的是太棒了 市長我要告訴你喔 其實這也是 在地的里長 跟那個商圈的里市長 還有台北市 商圈產業聯合會 那個總會長洪和 他們希望 共證處能夠做的 可是後來共證處把它放到一邊 那一直到我公務部門質詢的時候 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公務局是說 啊 因為喔 這個 雷射光雕不是他們的專長啦 他說這個應該像那個 登節的時候啊 就是由觀傳局來去做嘛 因為觀傳局做得很好啊 之前在北門就有這樣的投射啊 對不對 那結果 觀傳局就跟我回覆說 唉唷可是那是在 地井公園裡面呢 也不是我們管轄的範圍呢 就這樣子 踢來踢去喔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可惜啦 當然也可能 這個會涉及到一些 跨局處的問題啦 所以 如果說 如果你交辦下去的話 也許 資訊局 觀傳局 他們去做這樣的一個 規劃設計嘛 對不對 去做這樣的影片製作 然後呢 讓公登處 因為這個地井公園是他們管轄的 透過像那種自動化的一個系統 可能在 定點定時間 在 假日 就這樣子 投射播放出去 我那真的會吸引很多的觀光客耶 那這樣子的 這個發展西區 就真的是 更有這樣的一個著力點了 對不對 市長啊 我真的很希望這樣做耶 而且不是只有我告訴你喔 商圈跟理事長 他們 跟理長 都非常非常希望 你能夠去做這樣的努力啦 可不可以 讓他們去想想看 讓這個觀光客慕名而來呀 你是要用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 就是在那個地井公園啊 然後把他往那個兩個觀光飯店上面上 牆壁上 去投射啊 像我就問過他們兩個觀光飯店 他們也覺得很好啊 就你看剛剛那個是投射在那個 那個 總統府上面嘛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地井公園除了有衣室光雕之外 還要更好的亮點 如果把他這樣投射上去 真的很好耶 假日的時候啊 是不是可以去做這樣努力啊 因為理長跟那個 紅鵝和他們都覺得 為什麼是這麼不願意這樣去做 甚至 七元路這邊又有觀光廊道的規劃建制嘛 然後 這邊還要做蒙甲城博館啊 他覺得把這樣一個整合下來 那真的是 對於這整個地方帶動是很有幫助的啦 可以嗎 市長 沒有我要先 第一點那個 那兩棟不是我們的 我講過了 他們願意 他們願意 是 我跟他們講過 他們很願意 所以我去努力看看嘛 好不好 我去問那兩家 老闆是什麼一回事 真的啦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也會有很多觀光會來 他們也開心啊 那等於是看燈光秀耶 對不對 3D雷射秀耶 對不對 很有賣點耶 好不好 市長你答應啦 努力看看吧 了解一下吧 我去看一看 好啦 我相信喔 這個對於你喔 一定會讓 在地的人 對你真的是 更加的感謝啦 我去看看 好 謝謝